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出现了无数出众的文人和武将,其中被封为圣人的也不在少数。 如果非要从中挑出两个公认的圣人代表,那就只有文圣、孔子,还有武圣、关羽了。 孔子出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而关羽出生于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末年,后者因为小说《三国演义》流行的原因,国人更是耳熟能详。 从人变成圣人和神人,千年相伙不断的,华夏大帝唯有二人,那就是孔夫子和关云长。 下面就来聊一聊两位圣人的江湖人气和民间地位,关云长是如何与孔夫子平起平坐的。 孔子虽是著名的文人,但他的真实形象和人们固有的文人形象截然相反,首先外形高大威猛, 其次不仅会武功,而且熟悉兵法,虽为文圣,但实际却是文武双全呀。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未知,常人而易知。 一些学者错误地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是汉朝,汉朝一尺是二十三点一厘米, 所以就应该按照汉朝的尺度来计算孔子的身高。 但是如此算来,孔子身高就高达二点二一米了,都赶上中国篮球巨星姚明的身高了, 所以说这么计算非常不合理。 那么,孔子的身高到底是多少呢? 司马迁写史记是根据以前各国遗留的史料写的。 孔子是鲁国人,描述孔子身高的史料很可能是来自鲁国, 而鲁国最忠诚地保留了周王朝的礼仪和各种文化, 因此,鲁国的尺度可参考西州数据。 西州一尺为19.7厘米或者19.9厘米, 所以按照西州标准计算得出,孔子身高为1.89米或者1.91米。 这个结果不但说明了孔子是个大个子,比一般人都高, 而且具体身高不到两米,又很合乎常理。 说完孔子身高,再说他常人所不能比你的武力值。 孔子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武士, 不能说是万人敌,但至少也是百人敌级别的。 受到父亲影响,孔子精通六亿, 其中的射何欲,即射箭和驾驶战车的技术孔子尤为拿手。 在儒家经典《礼记》《射义》中记载, 孔子射于绝乡之谱,盖观者如堵墙。 其中所说的绝乡之谱, 就是指金山东屈腹的孔庙西侧。 该记载说明孔子射数高超,被看客群众强势为官。 而且在《论语》《紫罕》中记载,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子文之,与门弟子曰,吴何直,直舍乎,直欲乎,吴直欲矣。 孔子当时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如果没有点武力值和真功夫是难以想象的。 再说武圣关羽, 云长兄除了在三国乱世中带兵打仗外, 闲暇的时候最喜欢读孔子的剧著春秋。 在当时的关羽眼里,孔子就是他心中的圣人和神。 但他肯定想不到, 直到今天,他自己也成了圣人和神, 甚至可以和孔夫子平起平坐, 有些方面还超越了他。 首先聊聊文圣庙, 以及武圣庙, 这两种庙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数量一样多吗? 答案是否定的。 比如在清朝中叶, 关于文圣庙和武圣庙, 有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县县盖文庙, 村村有五庙。 清朝可统计的县一级单位有两千多个, 而可统计的村有三十万个, 因此可估算出全国有三十万座关庙。 如果说这个统计不全面, 那么换一个角度, 在清朝中叶, 仅在北京的关帝庙有116座, 在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地方, 有关帝庙三万多座。 现在的关帝庙不仅是中国人在朝拜, 日本人和泰国人, 甚至整个东亚很多国家的民众都开始朝拜关帝。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文庙和武庙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 其中的最重要原因无非以下两条。 第一条, 关于的忠肝义胆, 虽身在曹营, 但心在汉, 听到刘备消息后, 立刻过五关斩六将, 千里追寻刘大哥, 而且, 败走卖城, 宁死不详。 这种忠义是历朝历代所需要的。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 自三国以后, 历代共有16位帝王, 给关于加封总计23次。 从侯爵、 公爵、 王爵和帝王, 到被封为官圣大帝, 最终成神。 这样的经历, 中国历史上, 仅关于一人。 第二条, 关于的民间崇拜。 如佛道三教并尊, 是农工商四民同拜, 剃头刮脸, 苗金制格, 屠宰典荡, 治病除灾, 屈恶辟邪, 甚至开饭馆, 办将员, 寿武馆, 建学校, 做衣服, 磨豆腐等等, 上百种职业, 拜奉官于为祖师爷或保护神。 这种情况下, 盖文庙是官方的行为, 而盖武庙的行为, 更多来自上百个民间行业, 两者从贫度上相比不是一个级点。 正是因为以上两条原因, 武圣官于的庙, 才能成为整个中国最多的庙宇, 因为官于代表着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的美德。 雍正皇帝曾说过一段话, 自古圣贤名臣, 各以功德实于歧途。 七载在四点, 由经师达于天下, 俊义有撕碎十一理智记者, 社稷山川而外为先师孔子, 及官圣大帝为然。 孔子似天下学官, 而官帝庙时偏宝海内外, 其帝自通都大意下至山邹海于村须穷辟之壤, 其人自真臣贤是养得崇一之徒, 下至渔夫渔妇儿童走足之威贱, 所在崇氏妙貌, 奔走其壤, 敬畏瞻一, 凛然若有所见。 盖孔子以圣, 官帝以神。 雍正皇帝的这段话, 指出了一个圣人和一个神人, 可是他们所享受的祭祀范围却不相同。 孔子只不过是在天下学官中被祭奠, 而祭奠官羽的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甚至从通都大意到穷乡僻壤。 这其中的分别在于孔子只是一个圣人, 而官公则直接封神。 从雍正所使用的官帝一词上, 可以体会到雍正对官羽的敬重。 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圣与武圣 在帝王天子心目中地位上的微妙差异。 而且官羽又有官帝、官圣帝君、官王爷、 官老爷和官公等诸多敬称。 在社会和民间, 孔子可以被贬称为孔老二, 可以有许多受挫遭困等 有损其官辉形象的传说。 可是一旦提起官公, 却很少有人说不好, 同官羽相连的事迹, 不是过五官斩六将, 就是千里走单旗, 只有完美英雄形象。 我们还可以进入历史的长河, 看看历朝历代如何对待孔子与官羽, 只要考察一下他们被封官爵的历史, 就能掂量出他们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 自打儒学的正统性被确立以后, 历代帝王就不断给孔子测试封号。 汉平帝封孔子为包承轩尼公, 北魏时称孔子为文圣尼公, 唐代开始称孔子为圣人, 唐玄宗封齐为文宣王, 元代又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 明朝孔子再被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 到了清朝, 统治者索性追封孔子先是五代为王, 即所谓的启圣王, 昌圣王, 宜圣王, 玉圣王, 以及赵圣王。 从这些封号中可得出一个结论, 孔子再怎么厉害, 也只是指于成圣成王。 而关羽则经历了一个从人到神的过程, 明代姚宗仪在谈到这个过程时说, 荆州墓前将军, 其本好也, 汉寿亭侯, 其加封也, 壮谋侯, 唐封好也, 宋真宗封义勇武安王, 则王之矣, 徽宗加封崇宁至道真君, 则神之矣, 今上尊为邪天大帝, 又赤三界伏摩大帝, 神为远镇天尊, 官圣帝君, 奸赐免留玉带, 至尊无上也。 也就是说, 关羽已经到了一种至尊无上, 封无可封, 登封造极的程度。 从被封的官爵上看, 孔子与关羽已不在一个级别了, 孔子是在唐代被封为王, 而关羽则在唐代被列为御权前蓝, 被封为神。 在宋代, 关羽得到了三个王位的封号, 徽宗时, 加封为武安王, 在高宗时, 加封为壮谋武安王, 孝宗纯熙十四年, 加封为英纪王。 元代文宗天历元年, 加封显灵为勇武安英纪王。 到了明代, 已经到了王位, 还怎么再封下去呢? 总归是有办法的。 在万历二十二年, 因道士张通元之请, 将关羽禁绝为帝, 后又被赤封为三界伏魔大帝, 审为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甚至到了整个清代, 关羽还是源源不断地被册封。 直到清末, 他的封号已累加成, 人永危险护国保民, 京城随靖, 意在宣得忠义神武, 关圣大帝, 看样子, 孔夫子只能是望观心探了。 再来说说儒家和道佛两家, 除了儒家为孔子所把持以外, 关公则在道佛两家颇有势场。 道佛两家也把关公奉为护法神, 奉为荡摩真君, 伏摩大帝, 且蓝神。 民间年画中, 关羽的画像常常占据显著的位置, 有时被置于正中, 其图像大小与玉地不相上下。 这种图像设计也是有根据的, 因为民间就把关公称为五玉皇, 因而关公与天上的玉皇大帝并列, 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这种待遇就是孔子所望尘莫及的了。 孔子也只是在天下的血管享受膜拜, 而关羽则超出了专业的限制, 而成为庙堂与民间共同膜拜的对象。 而且关羽在民间的种种传说也是多如牛芒, 只要与关羽签上点联系, 就马上在民间形成传说。 根据马昌宜的介绍, 关羽在民间的神奇性传说主要有十个方面。 这十个传说分别是, 神奇的诞生, 红脸关公, 桃园结义, 中义大将军, 关公魔刀与风物传说, 关公与周苍, 关公显灵, 关地庙的传说, 关公与造神, 土地也, 海神的故事, 青龙掩月刀与赤兔马的传说。 关公的十大传说反映了一神异人的关公从神到人, 又从人到神的神奇性事迹, 显示了关公信仰在神州大帝历经千余年而不衰的民间基础。 在与民间的深厚关系方面, 关公至少是不比孔子逊色的。 而且历代统治者也经常和关羽拉关系。 明代的皇帝, 自朱元璋起就制造了关公帅十万天兵驻他破敌的显灵舆论。 宁城祖朱棣夺取地位后, 也造出了关公显灵诱驻他的传说, 并为此向成都关王庙搬赐龙凤思旗。 到了清代, 雍正对关羽很看重, 乾隆也不例外, 关羽的武玉皇身份就是乾隆封的。 乾隆为什么要封关羽为武玉皇? 因为乾隆为了和关羽扯上关系, 一度把自己设想成刘备转世, 这样就与二帝关羽有了渊源关系。 最后理所当然的封关公为武玉皇, 跟与皇大帝平起平坐。 乾隆追捧关公的目的, 不同于明代皇帝, 除了对关羽形象的崇拜, 他同时也想借此收复天下所有汉人的心。 清代自上而下倡导关公信仰的一大目的, 就是为了安定民心, 稳固其统治地位。 关羽从崇拜孔圣人, 到最终自己成了圣人, 甚至超越孔夫子而坐上神坛。 云长兄自己也没料到, 自己死后荣光到如此地步。 想起了电视剧《三国》中刘备的一句话, 我二弟天下无敌, 神预言呀。